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可能是但也不能排除当时情况危机 你在过度紧张情绪之下没有听清对方的声音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的 丁浅笑了 顾队长看起来比我这个心理医生更会分析心理呢 不敢当我只是就事论事 顾宗泽很认真地说 就我们眼前掌握的线索 就说除了虐杀两名被害人之外 还拿走了他们随身的现金和银行卡 他的作案既有心理变态的一面 也有功利的一面 他的真正动机我们依然感到模糊 因此我希望丁医生尽量配合我们 给我提供足够的线索 帮助我们早日找到柳飞 这是保障你的个人安全 你上一次虽然侥幸逃脱 不代表凶手就此放过你 他的手段想必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是啊 我很清楚 我当然很希望你们尽快把绑架我的罪犯抓住 所以我很认真地告诉你 绑架我的人确实是个男的 顾宗泽的表情瞬间冻结 好半天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带着不解和猜疑打量着丁钱 终于他点了一下头 好吧 那我今天就不打搅各位了 给丁医生一些时间 好好回忆一下那天的经过 如果发现什么线索 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说着抽出一张纸 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递给丁钱 顺便还将那张酷似柳飞的美女照片 一并递给他 请你抽空再仔细看看 后会有期 顾宗泽说完 走出杜志勋的办公室 他前脚刚离开 特案组其他人就涌到了门口 钟开心比谁都着急 大声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柳飞怎么跟杀人案车上关系了 丁钱走过去把门关上 办公室里只剩下他跟杜志勋两个人 他转回身问杜志勋说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 全都告诉顾宗泽 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 这是刑事案件 你有证据证明是柳飞绑架我的吗 顾宗泽就是证据 柳飞失踪也是事实 顾宗泽也只不过是根据一张 有几分酷似柳飞的照片做个假设 而柳飞失踪或许有其他的原因 跟这两起凶事案并没有必然联系 不管怎么说 柳飞跟你干了这些年 关键时候 你不应该就这么轻易把它推出去 明哲保身是官场的道理 但不是做人的道理 杜志勋凝视丁谦一阵 缓缓地说道 我只是在秉公处理 柳飞的嫌疑需要有个解释 只有找到他本人才行 如果是清白的 我会全力护他周全 如果他真的触犯法律 别人容他 我也不容 丁谦无话可说 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 杜志勋忽然问他 我倒是有些奇怪 你为什么要故意薄笔他 就因为他是文心的妹妹吗 丁谦浑身一激灵 杜志勋竟然已经知道了 文心和柳飞的关系 他还知道什么呢 深夜 丁谦已经回到平江的公寓 躺在浴盆里闭目养神 最近发生了太多 出人意料的事情 他需要好好地放松一下神经 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 他把头潜入水中 整个世界瞬间被禀蔽了 连时间都似乎完全停止 那一刻 那一刻他距离死亡如此之近 却如此清醒 他甚至能感受到死亡的形态 神秘 安宁 永恒 仿佛包围在温馨 温暖的怀抱之中 他忽然剧烈哆嗦 本能地从水中钻出来 大口喘息 贪婪呼吸着空气 拿起手表看看 自己足足憋了四分钟 再多等一会儿 他就把自己给淹死了 他摸了一把脸上的水 从浴缸外的小桌上 拿过温馨的迪威 把那段视频重新打开 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 看两个人从争吵 直至发生肢体冲突 自己失控之下 把温馨扑倒 掐住脖子 当时他确实完全失控了 接连犯唇 事后回想起来 假如那天 他但凡保留一点理智 仔细思考一下 是否有什么反常 也许就不会 有之后的事情发生了 但不管如何 已经发生的事情 终究是无法挽回了 如今这段视频 就是他的死穴 足以让他身败名裂 万劫不复 刘飞要杀他 他一点都不意外 在刘飞的眼中 他这个谦谦君子的画皮 已经被完全撕下 露出了恶鬼的本来面目 不过在情思上面 刘飞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就像他当年一样 以暴制暴 尽管解恨 但不一定能解决实际问题 与其把丁钱杀死 倒不如把证据交给警方 一步错步步错 如今堂堂法医 居然沦为 畏罪潜逃的地步 反倒让他这个嫌犯 逍遥自在 成了受害者 丁钱杀才发现 原来这个冰美人 也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不是一块真正的冰驼子 他摸了摸脖子上那条刀疤 已经结痂了 按着依然生疼 差一点就没命了 不过想想另外两个死者 他觉得刘飞对他还算照顾 至少没打算捅他上百刀玩够了再杀他 想到眼前这起案子 丁钱也感到很匪浅 柳飞杀他 他能理解 动机明确 可是另外两个被害人呢 一个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一个是火锅店老板 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男人 都成为了他的目标 为什么呢 丁钱伸手从桌子上 拿起柳飞和江海涛一起吃饭时 被偷拍的照片 照片里打扮得妖艳妖娆的柳飞 几乎有点让人认不出来了 而且眼角眉梢流露出那股银档劲 更让人难以相信 他和那个不够言笑 整天板着脸的女法医 是同一个人 但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倘若照片上这个女人 才是柳飞的真面目 这个案子倒容易解释了 从被害人裸体状态下 被虐杀的情形看 这些都属于过度犯罪 凶手通过这些行为 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这是典型的施虐狂犯罪 施虐行为本身就是 凶手犯罪目的 顾宗泽还提到了 被害人遗失了财物和银行卡 这也司空见惯 对于施虐狂来说 打劫只能算是一种 附加犯罪 其实这个推断并不复杂 只不过因为柳飞是美女 又是女法医 容易给人产生 主观上的误导而已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